佳佳 这不是事吗 快来帮帮我 美美 佳佳 我妈给我100块钱买酱油 结果 走到超市学好 叫我要付钱时 却怎么也找不到钱了 这下怎么办呢 美美 你确定带钱了吗 百分百确定 我清清楚楚记得 美美 钱拿好 别掉了啊 妈妈 你就放心吧 不要不走 走啦 说以前肯定是带了的 那你在路上 遇到什么人没有 我遇到了李飞飞 美美 你就是一老妈的免费跑腿 哼 而且她还说我 就知道给妈妈干活 太傻 那我们去调查李飞飞 因为每一个见过你的人 都有嫌疑 好 快赶紧走 美美 一看李飞飞 这个样子楼的惨嘛 老妈 五块钱零花钱都不行吗 五包都不行 马上给我回家学庄园 这暑假还不如不过了 咳咳 美美 李飞飞排除嫌疑 为什么 如果她趁着和你说话 偷走你一百块 这个时候 她早就会喝气了 不会还是这个穷鬼样 哦 有道理 你再想想 路上还遇到了谁 还遇到了 钱费给了王大爷 美美 又去帮妈妈买东西啊 然后 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这么说 王大爷也有嫌疑 很可能是一走路时 不小心把钱弄丢了 然后王大爷捡废品的时候看到 就顺便捡走了 走 现在去调查王大爷 美大妈 这包就衣服是你丢的不 是啊 咋啦 王大爷 那就对了 我在衣服里面发现了五十块 那应该是要还给你的 哎呀 哎哟 王大爷 真是太感谢您了 哎哟 王大爷品的高尚实惊不昧 肯定不会贪头以的一百块 他的嫌疑也排出 哎 看了这一百块是找不回来了 回去跟妈妈坦白挨骂吧 唉 其实一出门就刷一脚 我就知道今天自己肯定运气不好 摔一脚 在哪里摔的快到我去 就在前面 走 这一片实际检查 大概率都在这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哇 果然掉在这儿 佳佳 太油了 钱 就是在一摔跤的时候 从一口袋里飞出去的 谢谢佳佳大侦探 安静了 我先买酱油回大教材咯 任何袭警 都是我佳佳探长的破案线